最后带您看到的就是呢 国税局的这个新装计真处表示 今年这个个人所得税的扣缴评单呢 已经这个修正为原则免填发 所以呢这个很贴心的提醒大家 如果说您是这个符合条件的纳税人 今年5月报税季的时候 就不会再收到纸本评单了 国税局新装计真处表示 扣缴评单修正为原则免填发政策已经上路 凡是符合条件的纳税人 今年5月的报税季将不会再收到纸本评单 我们今天今年度所要主推的就是 所得税各式评单免填发作业 为什么要推这个所得税各式评单免填发作业 因为以上一年来讲 我们的全国申报户大概有600万户 那以目前来讲 那个使用网络申报查掉的部分 已经查掉所得部分已经有500万户 那加上那个使用税额次算又有100多万户 那以加起来的话 大概已经有85%的所得查掉部分 所以在已经不需要再印一边纸张的部分 可以不但可以减少纸张的浪费 可以增少一点砍几棵树 所以我们今年主要是推广所得评单免填发作业 来兼职环保爱地球 国税局新装基增处强调 为兼顾需要评单的民众 修法民定扣缴评单为原则免填发 但纳税义务人如果要求填发的时候 机关人应填发 并应提供纳税人多元且便利的申请管道 那有一般品种一定会问说 那如果说他没有是使用网络申报 怎么拿这个扣角评单 那以下我们可以透过几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以自然的评证 或金融评证来查询个人的所得 再来就是用国税局每年4月2、15号之前 会激发税额试算 以后作为资料 如果说两个都无法接受的话 可以到我们任何国税局计真所 拿的身份证印章来零贵查询 再不然就是要求 那个事业单位来填发 寄发扣角评单 因为所得税免填发 基本上是原则性的免填发 但是如果你要求的话 那个事业单位还是要寄发 所得税那个扣角评单给你 依据中所税申报户数统计 全国600万申报户当中 其中有326万户已经采用网络申报 比例达到55% 另外有189万户采税额试算完成申报 申报比例亦达32% 两者合计占总申报户数的比例 已经高达了87% 成为财政部推动免填发 所得评单的基础 记者在新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Pope psychology科技组